輸了嗎 他說33年前就離婚了嗎 就離了嗎 這兩次之後還會有一些陸續的動作 考慮中 考慮中 這是五年前 劉家昌邀請媒體到家做客 什麼都能聊 唯獨談到前妻真真語氣一變 不過兒子劉子謙 倒一直是心頭肉 應該來做事吧 他們如果做別的事做不好 到這裡來管理管理 眼神間透露慈父的祥和 許久未見 近期剛動完攝護腺手術 突然在26號發文 內容竟是和家人大翻臉 洋洋灑灑寫滿2000字 說高齡80歲就算身體病痛沒了 但內心創傷一直都在 喊話真真 你這惡魔收到敗訴判決了嗎 疑似兩人正在打離婚官司 他加碼爆料對方 爭奪財產未造文書 就連賣出的房錢也私吞 轉頭再把炮火對準劉子謙 說39歲的男人 沒好好做過一件事 每天研究怎麼告父親 這是多麼可怕的教育 今天名最大 好 那接下來就 子謙要跟爸爸一起吹蠟燭 回顧十多年前 劉扎昌 劉子謙 感情乍看相當好 當年兒子翻上經典曲 念你更打響名號 只是他跟珍珍 這婚到底離成沒 多年來始終是個謎 如今還在北京 花了上千萬戶告 我送了我的晚年 通通送給他了 我沒有親他一下 親他一下 天天都親嘛 何必在外面親呢 在珍珍六十大受放閃 這場景恐怕是絕景 如今一連扯書 未造文書 逃漏稅等五罪狀 一家三人至今未多回應 恐怕也在想 這般殘局如何善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